去年大选之前,台南雪甲发生了连开88枪的枪击案件 让地方上庞大的光电利益纠葛被搬上了台面 事实上,政府推动余电供生政策已经5年多 太阳能板在云嘉南等6个县市快速的增加 尤其在台南七谷,有大约1 4的余温 相当于1000多公顷面积 已经完成了光电开发许可,是全台局观 但是,七谷也是居民反弹最激烈的地区 在地居民强烈要求光电开发应该要设总量管制 避免过度集中在某区 不过近来,台南又新增了近300件屋顶型光电核准案 也就是室内余温 今天系列报道,我们就先来了解 为什么光电业者开始一窝蜂的往室内余温发展 而这又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 新年新加欧美娃 新年金,三个新国开大银 曾起而始,我从我家的每天早上起床门打开 出来看到的居然就是太阳能板 从比较高的地方看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其实是在过快速的地形变化 那这些变化大概都是近一两年内开始 七谷这地方比较独特 它的土地的所有悬点大部分都不是在鱼鱼的手上 没有,七层是层出鱼鱼 当这些土地被圈走之后 其实鱼鱼是没有化鱼鱼鱼的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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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一路上視野所及 光電工程如火如荼建置ING 這是七股的現況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是約訪的餘溫 明明就在眼前 但怎麼都到不了 在地青龍邱創輝 騎著摩托車來帶路 他們這邊路要封住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左轉 現在這邊過不去這樣 這樣 到處封路施工 兩分鐘的路程 九拐十八彎 硬是繞了二十多分鐘 終於抵達青龍邱創輝 被工地三面包夾的餘溫 這邊的右側 那些兩柱都已經弄好了 上面鐵架都弄好了 所以說等於說我現在餘溫 就已經三面被光電包起來了 就是可能說回來 我現在可能就是盯直戶的狀態吧 就是被包起來這樣 就很難想像 有一天我家起來 居然面對的是一大片光電板 說實在我這邊如果牽的重電 我也很合格 只是說我不想要 有一天我家會變成這樣子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太陽能對能源真的是有幫助嗎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在 七十八年次的周創輝 擁有膠大機械所碩士學歷 六年前放棄科技業返鄉養殖 親眼見證家鄉的餘溫 一個一個消失 這邊全部都是地木變耕 全部都是 地木變耕是百分之百的一個重電 它已經不是魚電共生了 所以它本來有在養殖嗎 有啊像那個三棵都在養魚啊 那還是我隔壁養的 那是我隔壁跟它乘租的 那三棵都還在養魚啊 然後下一棵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以變耕過去了 魚電共生這個名詞已經不新了 政府喊出養殖為本 綠能加值 顧名思義希望養殖和發電共創雙贏 台十七縣以西 雲家南高坪等六個縣市被設為先行區 光電進入沿海漁村已經五年多了 但魚電怎麼共生 居民還在找答案 他們希望是邊做邊學 但是政府已經花了五年了 花掉一千多公頃的土地了 那我看不到有一個真正讓我心動去 會想要去做這件事的 2050年靜零碳排目標明確 農委會希望2025年 魚電共生裝置容量達到4GW 截至2022年6月 全台四萬多公頃的餘溫 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一 約一萬三千多公頃 完成光電開發許可 台南七股最多佔了一千多公頃 台南七股的餘溫面積約4800公頃 全台之冠 面積大加上日照長 讓七股成了光電業者兵家必爭之地 猶如眼前這個餘溫 丟進了下雜魚 美味當前白露絲蜂擁而至 你想想看喔 你租給餘溫的話 你一年可能一假地可能才三五萬 但是你租給綠能公司 是直接加一個零耶 你不心動嗎 那為什麼他們有辦法付出 這麼高額的租金 因為背後玩的就是金錢遊戲這樣 台南雪甲選前發生槍擊案 一家工廠及市議員謝財旺服務處 八分鐘內被連開88槍 2022年11月 台南雪甲連續兩起槍擊案 共開了88槍 震驚全台 槍手孔祥志和主謀 昂姑 洪正軍從中國押界回台 宣稱開槍的動機 是不滿光電工程利益 有人歸瓦旁 綠電染黑 黑影床床 這早已是地方公開的秘密 離合太盛 不然我們當初學家哪有八十八千 這個事情 這就是一定有利益 有我們的攤 龐大利益在後面 凌晨兩點多 養殖戶摸黑採收蛤蟆 失職三月春寒撩俏 台南七谷靠海 寒風刺骨 全身包緊緊的漁民 動作俐落 快速清洗 溫和篩選尺寸後分裝 採收班一次出動二十人 趕在東邊余杜白亮起前作業 為的是低溫海收控管品質 長是一萬兩千多嘛 大小啦 大小顆啦 今天還不知道這邊 那現在價錢多少呢 現在四十幾塊 比較大 對 比較大四十幾 台南七谷 鄰近台灣海峽 得天獨厚 運用漲退潮交換海水 純海水養殖出來的蛤蟆 品質絕佳 七谷的文革 養殖面積超過一千公頃 全台灣約三分之一的蛤蟆 來自這裡 養殖戶堅守移溫 寸土不讓 小姐來問 問問你們要進天嗎 我怎麼說 我跟他們說沒有 我自己要做 我感覺不夠好 不可以發電 早上八點 來到漁民上宮前 聚會泡茶的情報交流站 這裡彷彿是七股養殖業的縮影 由地主 有承租土地的養殖戶 也有人兼取兩種身分 當光電業者開出高十倍價錢 承租土地種電 原有的產業生態平衡瞬間打亂 誘人的租約一千 長達二十年 你們不要賺現平的收 你不要做他競電 才會窩路 對不對 其實窩路是前期性的 比較怕說電影沒發電 你競電進來二十年 大家都承架著 地主黃青火是台南四大家族之一 坐有約200公頃的土地 選擇重點無可厚非 但夾在光電業者和地主間的 乘出養殖戶何去何從 如果沒有土地我們就沒有土地 被重點的種去就會覺得很可惜 我們也是也要吃飯 七谷這個地方比較獨特 它的土地的所有權點 大部分都不是在漁民的手上 要有七層是乘出漁民 當這些土地被圈走之後 其實漁民是沒有話語前的 82年次的在地青年沈軒宇 帶領採訪團隊從台61線至高點 看台南七谷的變化 這邊算是七谷的最高點 然後比較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東側跟西側整個樣子的概況 然後還有整個地形的變化 前面那邊有一個聚落 那個聚落我們叫海寮 對 然後海寮的北側其實是有一個 大約五六十公頃的岸場 然後南側的話呢 有一個一百三十公頃左右的 魚鏈工程岸場 看得到的是大面積的地景外貿改變 看不到的是產業結構 勞動關係和生態體系的衝擊 昔日的黑面皮露故鄉 會不會變成光電故鄉 一些生態資料來看的話呢 這一整區確實是以前 黑面皮露會來利用的一個熱區 其實是你從比較高的地方 看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其實是在 夠快速的地形變化 那這些變化大概都是 近一兩年內開始的 然後慢慢的光電板 它最近都開始在做興建跟偵射 大概三五年內 魚後那個 魚後儲存其實會蠻多的 面積會越來越多 以空拍機俯瞰一整片的光電建置工程 鋪天蓋地席捲而來 截至2022年4月 台南七谷一萬一千多公頃的土地 已經有一千一百多公頃完成光電備案 等於十分之一的七谷 將覆蓋光電板 魚電共生 七谷人民感受最深 地方質疑違反比例原則 抗爭不斷 是地方位置一直在訴求就是說要總量管制 是你這樣漫無目的的開發 我們不知道知道未來的衝擊會造成哪些 那我們要怎麼樣應對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明確 它不是一個就是說 魚電工程好像是可以跟 養殖跟光電共融的 這樣子的一個口號式的政策宣導 就可以解決 現在光電的這幾年的爭議 最大的核心是因為現在光電發展的主流 都是這種資本型的規模暗潮 就沒有合適的 相對應應該有的治理規範去處理它 2022年底 台南七谷居民再度北上抗議 多年來訴求的光電總量管制 經濟部的能源用地白皮書 漁業署的產業政策 中央整體規劃看不到 地方上新的問題接踵而來 其實台灣是不是真的需要 這麼多室內養殖場 這是漁業相關全者機關去思考問題 後後一疊資料是台南市屋頂型 漁電共生核准暗場的青色 多達275件 所謂的屋頂型 就是室內養殖暗場 等於掀蓋一個四面有牆的 溫室密閉空間 然後再屋頂重電 比起室外開放式餘溫 立柱架光電板 室內餘溫的成本高出許多 但是因為室外餘電共生 依規定必須做環射減殼 等同小環瓶 曠日費時 對光電業者來說 時間就是金錢 近來小面積的室內餘店 申請按暴增 而建樹其實是有 逐漸在成長當中 那但是是不是就是 誠如外界所講的這個暴增 因為過去幾乎是零 從零到開始有 那這樣子就會讓外界覺得說 怎麼忽然之間會增加的那麼的多 一些化整為零的現象 就它可能其實背後是 根本是同一個發電業者 那但是他就把它拆成好幾個 兩公頃以下的這個暗場 因為業者想要閃躲這些 原本他應該要遵循的這些 申請設置的程序 想要審時審事啦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兩年內全台市內餘店共生暗場 可被共550案 截至2022年11月 光是台南就有275件佔全台一半 是有蠻多業者 他可能會希望 蓋好暗場之後 他選擇的方式可能是 將暗場去做轉移 他也沒有那麼長期 要去做20年的經營思考 其實非常多業者 他其實素質其實是層次不齊的 擔心第一個 大量的室內餘店的暗場 他會不會排擠原本養殖戶 那當然能源局有要求 要跟原養殖戶先優先 但是業者要做的模式 原養殖戶就不會做啊 包括這些能源公司賺錢的 他們蓋完之後 他們也走了也離開了 結果就由我們在地居民來承擔這些 我覺得這非常不公平 一地多用 餘電共生 政策利益良善 但理想和現實存在落差 大規模的光電開發 沖出了數字 覆蓋了餘溫 土地產業和綠電如何進合 發電和養殖怎麼共生 誰都不願被犧牲